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鱼对我们有什么印象 我们都知道树可以减少二氧化碳 因为它会行光合作用 可是一只金鱼它的存在 其实可以抵掉好几千棵树 因为一只金鱼它中期一生 身体会储存33吨的二氧化碳 它的身体包括二氧化碳 沉到水里面以后 它会变成海床底下 可以提供那些生物生存的一个养分 所以就会形成一个生态圈 加上金鱼的存在 它其实它的粪便 里面有一些铁子 然后有蛋 然后还有鳞 这些东西就是漂浮到水面上 经由阳光照射之后 就会变成水生植物 浮游植物一个非常重要的 能够让它们生长的一个环境 又加上金鱼它其实会到处去迁徙 迁徙的过程当中 这些水生植物就会跟着生长出来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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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